疫情下的中秋廉价 民众大多是往户外的景点游玩 看准这一点 六府崔乐园顺势推出了活动 用优惠票价吸引很多大小朋友一起玩 预计入园人数高达了3000人 另外同样也是户外的热门景点 宜兰外澳沙滩这边 一大早也是涌现了细水人潮 还不乏有冲浪好手在海上秀技巧 整个岸边相当热闹 一波波浪花袭来 冲浪好手抓准时机 帐门板子冲上浪头享受驾驭快感 大朋友冲浪去 小朋友则坐在岸边提提水晒晒太阳 在看乡沙滩还不乏由模特儿来外拍取景 廉价首日宜兰外澳沙滩 整片辽阔暗季全部满游客身影 知道是廉价所以会塞车嘛 那我们是五点半就出发 但有车就是车也算多 可是没有塞车 就塞在那个闸道口塞蛮久 那这边感觉怎么样 很好 疫情下想出游还是到户外最放心 不过上岸后口罩可别忘了 否则救生员又得到处耳提面命 防疫期间嘛 还是要戴口罩 希望大家还是有戴 镜头转向西半部的户外景点 舞团精湛演出增添神秘气氛 吸引民众围观 大小朋友都爱的游乐园 看准雷架商机 推出优惠活动 果然人气强强棍 预计会有三千人次入园游玩 我们是从桃园 但是我们其实很早就已经出馆 大概六点多 还是有点小三 所以好不容易解工的 就想说大家可以出来玩这样 从新北过来 那个车况还好 因为我是搭那个结果车 我先稍微看一下人潮的数量 然后再决定比较标准 闷了好久 终于盼来廉价出游机会 民众保守选择户外型 但依旧难言好心情